- 光線消失了 這麼說有點含糊 但是原本明明有光線從氣窗流串下來的 光源一瞬間消失無蹤 就好像是窗戶堂獨立全部合上了一樣 倍增的恐懼感一有而上 然後 背後的壓迫感也忽然消失 門打開了 困在腦袋什麼都沒有想 這裡就自己動起來了 伊莎白照著原本筆直的路往回奔去 踏上階梯 穿過了暗門框上稀疏的蜘蛛網 那你為什麼會往這裡走 現在也回想不太起來了 但他現在只想盡快走出這裡 打從一開始就不該進來 他討厭這裡 討厭這棟房子 討厭那個人毫無交代留下東西 他一個人也不想踏入那個人的生活 所以腳步踏上柔軟的地毯時 心已鬆了一半 總之 只要前面還開著 就 啊? 咦? 那邊是藍色的牆面上什麼都沒有 門呢? 他被擋在空虛的前面 就像剛剛那隻被逼到角落的小貓 不會有這種事情的 怎麼了? 才剛開始熟悉的那個聲音從後方傳來 不曉得從什麼時候起 紫白色的聲音已術意在著哪裡 讓我出去 欸?為什麼對我說? 你不是這屋主的女兒嗎? 喔 啊 算了 我就告訴你好了 魔鬼甜蜜的笑著 越看越討厭 這裡本來就是沒有大門唷 什麼? 可是 我剛剛明明就從大門進來的了 我可沒看見 你 剛剛也說出去的人順便帶上門的啊 我可不記得喔 這太荒謬了 一度消失不安 化為實體蒙在眼前 可以明顯的感受到雙腿在發抖 噪音轟轟轟的在腦袋裡盤旋 陶瓷般的臉孔牽了過來 轟轟視線看得去的不是很清楚 怎麼了? 蛤? 對了 一滴沙白? 為什麼她會知道自己的名字呢? 在問出這個問題前 一是已經萌萌萌的消失的無影無蹤 這也就算第一章結束嗎? 萌你 萌你 硬血 我很感激 我從來不喜歡和死人玩什麼把戲 萌滿人新鮮的臉頰是我最喜歡的 對於死尸 我不願加以理睬 我對人類就像貓對老鼠的態度一般 阿德 福士德 天上序曲 一滴沙白 法斯特張開了眼睛 這裡是哪裡 他想 以前的小地方 很有媳妇的聲音 不堅斷的拍打著空氣 仿佛整個世界 就只有這一個東西會懂 又可以自己動了 鎖住了 不管怎麼看都是一片漆黑 鬥力窗簡直像假的一樣 這是壁爐 有一把鑰匙 剝落一半的標籤箱寫著壁爐又好 是糖果 使用可以加快行走速度 但無法超過限界值 要吃掉嗎 吃掉好了 可以看見自己板著 可以看見板著臉的自己 操作說明 方向鍵移動 空白鍵與Enter鍵確認 探查物件 ESC開始選單 夢的解析 夢中有時會無法確鮮起 現實裡的記憶 沒有發生需要回想的事情 沒有發生需要回想的情境 就不會回想 假設做了行行的夢 要是沒有特地地回想自己的職業 或許就會以為自己是個水手 對 嗯 怎麼說有铺娃娃的 嗯 怎麼說有铺娃娃的 是有消息一樓又辣嗎 沒有火柴 有一張主牌 配合火柴使用可以恢復視野 但無法超過限界的值 記錄 太好了 日記 出去吧 沒有 真的沒有 一一沙白還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 不能就這樣單在這 總會有後門 或低一點的窗戶吧 絕對有別的出口的 這麼想的同時 一股然意從標串到頭頂 好好地跟自家的溝通會有效嗎 那個喔 還真是一點說服力也沒有呢 這樣你還想說自己是屋主的女兒嗎 那不是問居 是單純的 是單純的譏諷 惡魔軟眉眉地坐在那裡 那你是誰 把握從開始就在等待這個問題次了 朝向這裡的目光迷繩了一條線 然後 然後 站起來 誇張的型格裡 我的名字是 梅菲 斯特 斐利斯 我決定也要幫你改名字 梅菲斯 特斐利斯 後面加個千好了 就叫你千千指 梅菲斯特斐利斯千千指 好強求喔 魔鬼勾起了我一下 腳步開始越遠地繞著伊莉莎來打轉 小手惹人厭地摊了開來 我是否定一切的精靈 長了詭異的袖子晃來晃去 像裙板一樣飄了起來 比起恐懼 現在應該多了討厭跟憤怒 那個 你可以告訴我大門在哪嗎 我不是說沒有那種東西了嗎 可是 我是從 胎子在那裡的門進來的 那是你說的 我可沒看就 你不是屋主的女兒嗎 怎麼會不知道門在哪呢 這個 但是我真的是 要是沒有人說 會有人知道你是她的孩子嗎 他們說的話你都聽不懂 你根本不記得躺在棺材裡的人長什麼樣子 說不定她也不記得你了 要是你沒有被生下來就好喔 她奪走了 她奪走了發言圈 每一句話都寫了鈴鐺繞在伊麗莎白的頭上 鈴鐺是非常甜美的聲音 伊麗莎白卻不自覺地想捂住耳朵 然後不知不覺離得好近 不過 叫你也太可憐了 所以我們來談個條件吧 咦 如果 你能證明自己是亨利的孩子 那就是你贏了 然後 我就會告訴你出去的方法 怎麼樣 真的嗎 不 魔鬼這麼說 伊麗莎白卻迟時反應不過來 證明什麼證明 雖然弄不太清楚 但是不管怎麼樣 都不曉得被牽著鼻子走 可以啊 如果有辦法回家的話 我隨時都可以證明給你看 那可不行喔 這樣賭局就不成立了 嗯 啊 不小心說錯了 是條件 條件 就算不出去也沒有辦法證明的喔 他到底想要什麼啊 啊 對了 這也是父親的房子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一定會有照片或筆記之類的東西 會提到自己吧 伊麗莎白並不想陪著傢伙玩奇怪的遊戲 但如果這樣用得出去的話 少費一點時間也無妨 不過 那如果我輸了呢 那我就不會告訴你任何事情 就這麼簡單 對你沒有任何害處吧 嗯 那就這麼決定了 還沒回答 惡魔就滿意的點了頭 然後 她的腳步原地轉了半圈後跳開 整個人 靜置 漸行漸遠 正好是屋子裡內 滿起終身的時候 欸 等一下 我該怎麼找到你 明明上一秒了很多話 魔鬼卻一個字的也不應 紫白色的身影 附上了樓梯 但伊麗莎白也一點不想追上去 就算沒有這家屋搗亂 她自己也找得到出口 好 她也找到幾個字 她也找到幾個字 就算了 不想再遇見 那是